为了攸关一粒一修修法的牢基法修法议事录 蓝绿各党是僵持不下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就展开了协商 要针对10月5号当天 社府委员会上的录音录影党进行勘验 因为国民党团表示当天的会议上 明明有表态对法案有意义 议事录上却没有登载 时代立当方面则同样认为 议事录的登载又下次 牢基法一粒一修争议持续延烧 为了确认法案闯关当天 社府未还委员会议事录 立法院长苏家全特地召集各党团 再度展开协商 四个党团一致认为 由我来召集召开公听会 那当然我们会依照党团的结论来办理 面对朝野护杠迟迟迟没有共识 苏家全喊出公听会 似乎希望能让双方各退一步 但光是当天关键录音录影党 在野党就很有意见 我当天在新党我喊很大声有意义 那如果我们喊那么大声都没有录到 那只有一两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录音录影设备太烂了 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有人刻意 把当中的一些声音给消掉了 当然有啊 其实那天的记者朋友蛮多的吧 那我相信问问看那天的记者朋友 大家有没有听到答案应该会蛮清楚的 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才会去争执嘛 就是在那个议事录或是逐字稿的记载上面 是不是有不实 1月10月5号当天 国民党团明明表态对一利益修修正案有意义 现场还上演激烈冲突 不过不止这场招委陈寅听不见 直接宣布无意义通过 就连议事录上通通没有灯载 也让兰淫不满痛批 议事录灯载不实 不更正就是让国会蒙羞 没有关系 看完以后我们再论断 我们都接受 对于在野党反弹力道越来越强 民进党态度似乎也开始放软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协商前 就承诺一利益修 这个礼拜不会排案 毕竟不止议场内反对声浪 议场外同样有劳团伺机而动 强行闯关系马 如果再度上演这冲突 只怕会越演越烈 欢迎新闻林季祥 赖伟凡 黄云廷台北报道